第五十二集 金山金洞 现在开始 上一集我们正说到 观音菩萨用小鱼兰 收服了灵感大王金鱼精 回了南海洛家山 孙悟空和猪八戒杀和尚 则在下通天河 来到那妖怪的水源宫殿 三个人齐心协力打开宫门 把一众小妖怪打散 救出了唐僧 回到陈家庄 陈清园外的家里 陈园外一听说 菩萨亲自来降服了妖怪 永远解除了 陈家庄百姓的后患 今后再也不用担心 灵感大王要吃同男同女了 真是欣喜若狂呀 他于是赶紧召集了 陈家庄上的所有男女老少 隆重宣布了这个好消息 大家伙一听 集体跪倒在地 向着南海的方向磕头朝拜 感谢救苦救难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而唐僧更是感慨万千呢 心中默念着阿弥陀佛 带着徒弟们向菩萨离开的方向 连连磕头 发誓不管遇到千难万血 都一定要到达那西天大雷音寺 求取到三藏真经 这陈远外更是召集了几乎全庄子的人 一起为唐僧师徒打造大船 好渡过通天河 话说又过了几天 雪化了 冰也融了 师徒四人也休息得差不多了 唐僧便来询问陈远外 打造大船的事宜 陈远外说道 哎呀神僧哪 我正派人加紧打造大船 好尽快送你们过河呀 但是 但是这造船不容易呀 得需要时间 估计还得再等个十几天 才能完工呀 唐僧心中甚是着急 便带着几个徒弟 在通天河岸边漫无目的地散步 见那通天河一如既往的风大浪急 甚是凶险 唐僧看了心中更是担心 哎 徒弟们 虽说现在降服了那妖怪 可是咱们师徒 终究也没过得了这通天河呀 这条大河如此凶险 我看着实不容易度过呀 正说着 就见这通天河的河面上 突然白浪一番 涌上了一个白色的圆形的东西 十分巨大 快速向河岸边移动过来 孙悟空眼尖马上就看到了 他以为又是什么妖怪要来偷袭唐僧 赶紧抽出金箍棒大叫一声 师父 小心啊 就挡在了唐僧的马前 猪八戒赶紧把唐僧扶下马 和沙河上两个人把唐僧围在中间 孙悟空紧盯着那白色的东西 就见他移动到岸边 突然把头伸了出来 几个人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只巨大的白色乌龟 那圆圆的露在水面上的 正是他的乌龟壳 好家伙 这乌龟也不知道活了多少万年 那巨大的乌龟壳 好像一座移动的小岛一样 就算师徒四个人全都跳上去 也绰绰有余 活动自如 孙悟空一看着乌龟的大小 也吃了一惊 心想 看着妖怪的个头 也知道他修炼了起码上万年了 然后就见孙悟空大喊一声 呆 那老乌龟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 想要干什么 别再往前来了 不然老孙可不客气了 就见那大乌龟停在了岸边 把头伸出水面 慢吞吞的开口说话了 大圣啊 且息怒 老龟我没有恶意 不会伤害你们师徒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们的师父唐僧说一说 不知大圣可否让我见一下唐长老啊 孙悟空还是信不过他 说道 老乌龟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俺师父就在俺身后 他能听得见 不过 俺可不能让师父再往前走一步了 哦 大圣啊 是这样 首先 我得感谢你们除掉了那灵感大王啊 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 哦 此话怎讲 大圣 你有所不知啊 老龟我世世代代住在这通天河里 我天天修炼 已经有一万多年了 也得了点小造化 那水源宫殿就是我修建的呀 是我的家 可是就在大概六年前 这通天河里突然来了个灵感大王 仗着他本领高强 把老龟我一家赶了出来 霸占了我那水源宫殿 还打伤了我不少子孙啊 这一次大圣请菩萨降服了妖怪 可以让老龟我一家人重返家园 我实在是感激不尽呀 哦 原来如此 我说老乌龟 你也不必客气 降妖除魔 为民除害 本就是我们师徒应当做的 大圣呀 所以老龟我想报答一下你们师徒 我刚才在水里看到堂长老在岸上走 心情沉重 想来是因为想过着通天河 急着赶路是吧 老龟我别的本事没有啊 拖着你们师徒过河是绰绰有余 因此我便游到这岸边来找你们师徒呀 大圣不知我这提议你们可能答应吗 这 孙悟空有些犹豫 他害怕再次中计 唐僧在后面全都听见了 此时走了出来 双手合十对着那老乌龟说道 阿弥陀佛 老人家 我就是那唐僧 若您果真能驮着我们过去 我才要感激不尽呀 师父 不可再鲁莽了 难道咱们吃的亏还不够吗 悟空啊 我看这位老人家德高望重 应当不会骗咱们 咱们不能因为曾经吃过亏受过骗 就谁也信不过了呀 那老乌龟也说 是啊大圣 我真的不是什么妖怪 更不会诚心来害你们师徒 其实啊 我也是有件小事要拜托唐长老帮忙啊 唐僧忙问 哦 老人家 您说说看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哎 唐长老 不瞒您说呀 老龟我在此修炼了 也有上万年了 也确实得了那么一点灵气 只是这背上的乌龟壳 始终不能通过修炼除去 因此便无法修炼成人形 我十分着急呀 所以想恳请唐长老有朝一日到达那西天大雷音寺之后 代我向如来佛祖询问一下 我还要修炼多久才能把这背上的龟壳化掉 幻化成一个真正的人形啊 就是这点小要求 不知唐长老能否满足我呀 哦 原来如此 老人家 平僧我记住了 待我师徒四人到达了那西天大雷音寺 见到如来佛祖 我一定帮你询问 哈哈哈哈 那就太谢谢唐长老了 几位长老啊 你们现在就可以收拾一下行李 我托上你们一会儿功夫就能过了这通天河呀 唐僧大喜急忙吩咐猪八戒和沙和尚回去取来了行李 这陈清老园外和一众乡亲们也都来了 见到这大乌龟大家都十分惊奇啊 陈园外问道 沈僧啊 这确定不是个妖怪吗 可别半路上又着了他的道啊 唐僧道 园外放心吧 这次定能顺利通过这通天河 然后师徒几个人一起上了这老乌龟的背上 孙悟空心系特意找了一根麻绳从乌龟的鼻子里穿过去就像马的缰绳一样拽在自己的手中以防出现意外 而后师徒四人和陈园外以及一众乡亲们挥手告别 就见着大白乌龟四只大爪子舞动开来 一煞时就离开了河岸 开始还是慢悠悠的在水中滑行 后来师徒四人就只听见耳边风声 只想这大家伙在水中是披荆斩浪 飞速的向河对岸游去 最神奇的是 虽然速度极快 但师徒四个人站在龟壳上 却感觉十分平稳 就像在一艘大船上一样 一点摇晃都没有 猪八戒不禁冲着沙河上感叹道 我说沙师弟都说咱俩水性好 你瞧和这大乌龟一比 咱俩简直不值一提 你瞧人家这水富的 那就一个平稳 是啊二师兄 这修炼了万年的乌龟 道行果然神厚啊 再看孙悟空 一只手牢牢攥着缰绳 另一只手呢紧紧握着筋箍棒 站在最前面 以防出现意外 也就差不多过了一刻钟的时间 师徒四人就已经看到了通天河对岸了 猪八戒高兴的大喊 师父 师父快看啊 这么快就过了河了 咱们到了呀 唐僧也说道 阿弥陀佛 不容易啊 终于过了这通天河了 老人家 太感谢你了 帮了我师徒一个大忙呀 唐长老不必客气 有朝一日到达那西天大雷音寺 还请一定不要忘记帮我问问如来佛祖啊 放心吧老人家 你的事贫僧记住了 说话节就到了河岸上 师徒四人上了岸 就见那老乌龟伸出一只爪子挥了挥 几位长老啊 祝你们早日到达目的地啊 老龟我走了 老人家慢走啊 等我们取经回来 再来见你 告诉你佛祖的指示 老龟微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一转身 呼的一声破水而去 一眨眼就不见了 唐僧望着他去的背影良久 直到孙悟空说道 师父 师父 咱们该上路了 这才回过神来 上了白龙马 师徒四人又向西而去 但是接下来的路程 却是越来越不好走 不是荒山野岭 就是大江大河 师徒四人可以说是历尽艰辛的 好在这一段路程只是辛苦 却没有遇到什么危险的妖怪 话说这一天 师徒四人又进了一座大山 正走着 忽然唐僧在马上兴奋地说道 哎呀 徒弟们你们快看呀 在那半山腰上 怎么有亭台楼阁演映其中啊 看那气势 定是一座道观或是寺庙 我们这几天走得辛苦 不如去那里寻口吃的 好好休息一下再上路吧 因为唐僧骑着马 他坐得高看得远 所以比孙悟空 更早地看见了这个场景 孙悟空此时定睛一看 却说道 师父不可 我看那半山腰笼罩着一股妖气 十分凶恶 师父咱们不可前去啊 哎 悟空 我看那半山腰不过飘着些云雾罢了 能有什么凶险呢 再说 妖怪不可能住在寺院或者道观里啊 师父 你有所不知啊 有些妖怪有点化住宅的法力 变个寺庙道观 引诱人进去 而后在不知不觉节就吃了你 所以不可不防呀 悟空 既然不能进去 为师也确实饿了 就烦恼你去画点吃的来吧 孙悟空想了想 还是不放心 说道 师父 您先请下马 在这空地上坐着歇一歇 八戒 沙尸地 你们围在师父的身旁 保护好师父 不要动 说着 拿起自己的金箍棒 在三个人坐的地方 画了一个圈 把三个人围在圆圈里面 然后说道 师父 俺老孙画的这个圆圈 就像一道铜墙铁壁一样 任凭他什么妖魔鬼怪 也绝不敢靠近 你们只管好好坐在这圆圈里面 千万不要出来 俺老孙一会儿就回来 唐僧说道 好吧 悟空 为师真的饿极了 你早去早回吧 竹八戒也跟着起哄 猴哥 我这前胸都快贴后背了 你可快着点回来啊 要不我可挺不住了 待着你的就知道吃 保护好师父 俺去去就回 说着架起金斗云 咻的一声便不见了 留下唐僧 猪八戒和沙和尚 在这圆圈里等着 可这一等 就等了将近一个时辰 搁到现在 就是两个小时时间呀 也没见孙悟空回来 猪八戒又开始发牢骚了 哎 师父 猴哥怎么还不回来呀 他那一个金斗十万八千里 就是去天宫里找吃的 也该回来了 也不知他又到哪儿玩去了 肯定是把咱们几个给忘了 八戒不可胡说 咱们这一路走来 都是荒山野岭 就没见着几户人家 想来悟空也正在着急呢 他怎么会忘记咱们呢 唐僧还真说对了 孙悟空虽然一个金斗 十万八千里 但是架不住这一路上 没有人烟呀 他来回找了几千里 好歹在一座山下 找到了一户人家 可是也只画到了三个馒头 那哪儿够吃的 就猪八戒那饭粮 还不够他一个人撕牙缝的 没办法 孙悟空只得又往回寻找去了 咱们再说猪八戒 等了一会儿 实在忍不住了 又说道 我说师父 您看看 您看看 放在近在眼前的寺庙道观 咱们不去 非得舍尽求远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再说了 哪有那么多妖怪呀 这妖怪要变这么大一座寺庙道观 得费多少道行呀 值不值当呀 我看猴哥真是小心过头了 师父 你们要不去 老猪可去了啊 唐僧听了也有点动摇了 是啊 要是能去那寺庙道观里歇一歇 可比在这荒山野林里待着 好不知多少倍呀 猪八戒听了赶紧添油加醋 师父 没事 有我跟沙师弟保着你 咱们小心着点 就去瞧瞧嘛 准没事 是不是啊 沙师弟 沙和尚本就没什么主意 听猪八戒这么一说 也就同意了 唐僧说道 哎 好吧 那咱们就前去看一看 如果真是个好地方 咱们就先画点吃的 等着你大师兄回来 哄得嘞师父 哄咱们这就走啊 就这样 师徒三个 可就出了孙悟空话的这圆圈 向着半山腰那亭台楼阁的方向走去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那山门外 见是一座好大的宅院 高高的围墙 里面的亭台楼阁是一层一层 看着十分雄伟壮观 猪八戒感叹道 哎哟 师父你快看 这看着金碧辉煌的 别是什么王公贵族的大宅院吧 嘿 师父你看 这大门没锁 虚掩着 走走走 咱们进去瞧瞧啊 唐僧赶紧说道 八戒 慢着些 千万别吓着人家 嗨 放心吧 师父 我天天跟着您学了不知多少礼数呢 早就不再是原来那个鲁莽的猪八戒了 说着 三个人是推门进了这所大宅院 一进门是三间大厅 空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三个人再往里走 出了大厅 是一座高楼 几个人又进到了楼里 这间里面家具陈设是一应俱全 而且十分豪华 在一张桌子上 还放着几件金灿灿的锦绣衬衫 竹八戒看了看说道 哎呀 师父 看来这是一座 不知什么人废弃的大宅院 你瞧这尘土 一定好久没人住了 师父 您瞧这几件锦绣衬衫 我看挺好 又好看 谁又能预寒 师父 咱们要不收了穿着吧 不可 八戒 这不成了偷盗了吗 本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不管这宅子 现在有没有人住 我们都不可以拿 哎呀 师父 就是几件衣服吗 哪有您说那么严重 您说不拿就不拿 老猪穿上试试还不行啊 还没穿过这么华丽的衣服呢 嘿嘿嘿 说着伸手抄起一件衬衫 就套在了身上 沙和尚一看 也抄起一件 穿在身上说道 那我也试试 二师兄 你瞧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挺像那么回事的 这话刚说到这儿 就见两个人突然 噗通噗通 哎呀 啊 齐刷刷的摔倒在地上 那两件锦绣衬衫 却变成了两条捆人的网子 瞬间就把两个人捆了个结结实实 动弹不得 竹八戒大叫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啊 哎呀呀呀 越泪越紧 我受不了了 这时就听半空中一声狂笑 哈哈哈哈哈哈 和尚 这才叫上天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却主动闯进来呀 来呀 把他们统统给我 抓回去 唐僧这才要被困金山金洞 孙悟空也才要大战独角四大王 好不好 我们下期待